王小菲與前妻大愛子於2021年宣布離婚後 感性生活一直被受關注 此前曾傳出她與張怡怡有過一段情 接著是與神秘長髮妹 以及女新裝思明等人的廢紋 身邊似乎一直不缺伴侶 基於王小菲在機場被網友目擊 準備飛往台北跨年 從曝光的影片可以看見 她身穿卡其色毛衣搭配長褲 打扮十分休閒 而身邊的長髮女伴 不論是髮型、穿著 看起來都與平安頁 被拍到的女子相似 推測應該是同一人 兩人在櫃胎辦完手續後 一前一後走到海關口 發現鏡頭跟拍後 王小菲毫不介意的露出微笑 似乎沒打算隱藏與女子的親密關係 影片曝光後 王們紛紛留言開酸 小菲哥又有心寬了 沒資格罵前妻吧 不能去別的地方跨年嗎 不過也有人力挺她 認為離婚了交往很正常 這麼大方給拍 兩人之間可能沒什麼呢